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哈达 哈达就非常凶门,继续冲高,突破了52周新高 星期五收盘价2.95 各位认为,它的支撑就是这条线 红码主力线,蓝色线跟直色线2.75 只要它的股价没有跌破这个2.75 可以继续守住,等待更高的空间 但是如果它跌破这个2.75 就是跌破这个短线的直色线跟蓝色线 跌破这两根筹码主力线 这个就是一个卖出讯号 我们就继续观察,看一下它的方向 会怎么样,问如何 它已经是接近了很多投行的这个不标价 个认为呢,它可能会开始回调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